第五期 世界平野祭暨北高雄科學日 日前在高雄岡山和蘋果小圓滿落幕 一辦理第五年的平野科學祭 为南部地区年度的科技教育盛事 除了邀请全国大专院校 一同来设置科学闯关摊会外 并安排趣味竞赛 小农及文创世纪等活动 内容丰富多元 吸引亲子共有 共同体验科学的魅力 今年的活动由高雄岡山和蘋果小 泰谷队揭开序幕 为活动滥场 并在开幕式中 颁奖表扬航太科普创意设计科学展 竞赛获奖人员 此外 为强化民众对国防科技的认识 推广军事院校教育及人才招募 今年的北高雄科学日 特别针对军事院校 设计一整条的科学闯关走廊 寓教娱乐 使民众体验科技新知 增进对国防事务的认识 贫野科学记最原始的话 是叫贫野记 因为就是在钢山的和平国小 以前是台塘的用地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就是一个贫野 然后就蛮适合野餐的 就突发奇想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每年来这边 大家热闹一下 然后就跟当地的国小结合 所以说第一届的贫野记就这样办起来 但是当时找的就是一些小农跟文创事迹 第一年第二年我都有参与 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个活动蛮不错的 刚好我们长期在推动科学教育 那我就说要不然我们来办一个北高雄科学日 因为北高雄就是原来的高雄县 很多的航台零组件的加工厂 有航空的一些元素 把这些有热学的老师 每年一度在高雄聚集 叫做北高雄科学日 所以第三届开始就叫贫野记北高雄科学日 今年最特别的话就是结合了地方的军事院校 跟民众的互动 所以说今年就是有多增加一个活动 叫做港督全民国防科学日 就是让这些在地的军校 能够让民众可以认识 将一些国防科技薪资 可以推广给所有的民众知道 今年在地军事院校的话 基本上有几所学校 就是空军官校跟空军航空技术学院 空军官校它最主要是宣传飞行原理 因为它就是飞行员的训练的学校 然后它会设计一些 类似像飞行碑 或者是说巴沙木的滑翔机 这种的科学摊位 然后像空军航空技术学院的话 它是属于飞机维修训练的学校 或者是说气象预报 或是通讯雷达 所以说在里头的话 就会设计一些像摩斯密码 或者是说像震波空气炮 雷达射频的一些小游戏之类的 陆军官校的话 基本上就比较多元一点了 它就是强调物理上面 生活中的物理 比如说炮弹的时候 它呈泡物线 然后设计一些小游戏 说了解这个抛物线的一些基本原理 还是战车假设那个履带传动的时候 它就是一些齿轮的带动 设计一些齿轮的一些运转 让民众去认识 了解这些三军他们的一些 国防科技之外的话 也知道军方他们在我们所谓台海的辛苦 在这次北高雄科学日的活动中 国防科技的部分 由陆军官校 空军官校 空军航空技术学院等三所军事院校参与 精彩的活动内容吸引亲子驻足体验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因为就是透过小实验 然后可以跟比较多的家长 或者是学生活动这样 我们学校跟陀螺仪有关系的 可能是飞机的仪表 那就透过这样的小实验 然后想说可以跟推广学校的一些上课内容 然后也跟就是民众有比较多的接触这样 我觉得就是很多平常是在学校 可能跟课本教的不一样 他直接可以在那边直接看到食物 就是可以更了解一些平常看不到的东西 而且都有些 这些有些老师好像也会 融入现在生活上可能会遇到的东西 他让他们了解 原来这个东西是在平常在生活上看得到 他自己不知道 他是不是可以从这边了解到 以前刻板印象就觉得国防好像很呆板很死板 他就觉得现在有这样的展览出来 我觉得不错 可以让不会觉得国防好像真的就是训练打仗 这样一种感觉 就是可以有很多科学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也可以多了解一下我们的生活上有什么帮助 平已经连续办了很多年 这样跟科学结合的活动 所以我们都带着小朋友来做体验 然后因为每个餐位他都有做相关的介绍 所以小朋友在年纪小的他们就是边玩边听 透过实际的一个操作 然后加上就是餐位上的学生或是专业人士讲解 其实家长在旁边会跟着你收获 第五届平野季即北高雄科学日 在民众的热情参与和广大回响之下告一段落 未来这个科技教育的活动将持续推展 藉由此活动也让更多民众近距离接触国防科技 希望国人能够深刻体会 了解到全民国防意涵 凝聚信念及意志 支持国防 成为国防施政建设最有力的后盾 北高雄全民国防科学日 成功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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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